手掌饱满有肉 手指调打 上细下粗如竹笋 浮育女身后 根基不错 中指中正不偏斜 其余的手指向中指靠拢 是一个很受欢迎 孩子老公都和自己很亲近 有的时候还能当家里的主心骨 甚至强于老公 金星秋比较饱满 身体素质不错 生儿育女需要有个好身体 食指训工 正才味也是比较饱满 没有杂文干扰 正才比较稳定 工作和事业相对来说 没有大的起伏 掌文来看 右手是穿掌 左手是差一点就是穿掌 说明后天经历了生活的磨练 和经验的积累 变得更加的独立 有主见 甚至有的时候偏强势 那么左手的纹路偏杂乱一些 主纹路也模糊一些 说明早年还是比较迷茫 找不到方向 但是事业线比右手要强一些 说明婚后建立了家庭之后 操持家庭 养儿育女 没有太多的精力放在事业上 但是内心又是一个比较有主意 有主见的人 在婚后 虽然老公赚钱多一些 这样的话 跟你内心有主见的人 就难免会有一些矛盾 这个矛盾长期的积累 会造成右手感情线的断裂 虽然说感情线断裂 不能说一定代表二婚 但是也能够说明在感情上 经历过创伤 潜藏着一些情感危机 所以说夫妻之间要及时沟通 同时在面相当中 眼睛露白 也是提示有桃花干扰 注意不要陷入没有结果的感情 扇根也是偏弱 此处靠近极恶功 也要注意妇科疾病的侵扰 整体首要面相这个问题不大 调整的好的话 是一个妄夫的格局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